- Step one, wake up, real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two,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you grow hard about what you want to be. Step four, fuck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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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很特別的原因是因為一路參與很多舞台的音樂劇,或者有音樂成份的show,我都要唱很多歌,但今次完全是反過來,我主要是演戲,因為一波清唱是一個唱Acapella的一個團,所以他們找了很多已經很唱得,也都很熟悉如何唱和音的朋友一起去夾一些歌曲, 我和梁天赤,即另一個演員主要負責演繹當中一些很小的故事 其實這個劇本我自己收到都覺得挺特別的,因為今次最大的挑戰是每一個小故事的演出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小故事我都在演繹不同的角色 所以今次就是在裏面你不會見到一個角色的我,即是你會見到很多個我扮演不同的人 上年的一人音樂劇場其實是一個很忽發其想,突然覺得我好像想做些事,然後機緣巧合就有一個地方,都想邀請我去做表演 然後我就說不要就這樣來唱歌,或者不要就這樣來演戲,不如我自己寫一個劇 當時我被邀請的時候,他們都說沒有所謂的,你來唱歌也可以,或者可能你讀劇,我們做一些所謂演出上有一個讀劇 我後來就說不要,我想玩一些新的東西,我想試一下自己寫一個,然後加一些音樂的元素 所以就有了這個一人音樂劇場 我自己都發現原來是很一段日子沒有真的落筆去寫過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 突然間,原來自己都很多東西很想去創作,很多東西想表達 於是就開始創作這個show,中間我想最難忘是因為始終這個音樂劇場的規模不會像我們有一個很正式的theater 有燈光,或者有很多工作人員幫你去安排什麼時候開燈,什麼時候有音樂 或者是沒有一些我們叫做很多backup的show 其實我隨時可以在這裏也可以做的show 只要有基本的設施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是靠我和musician兩個人去一起怎樣合作 什麼時候入音樂,什麼時候去幫我開燈 如果你真的去看,你會覺得好像很土砲一樣 但其實你又會知道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認出一個很close 好像真的在一個家裡去看一個我的演出,我的演繹 所以我覺得是挺難忘的 我想中間有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男朋友就是這個戲的導演 他也幫我解決了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例如說這裡可能要亮一點,但這裡沒有燈,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去找一盞燈,還是怎樣安排調到設定要不要再調過呢 因為始終是有環境的影響 所以中間的過程就是我怎樣可以真的令到這個環境像劇場的感覺 之前配音的時候,我其實都有一刻覺得原來真的挺好玩的 因為小時候,很多年前配音的電影 可能只是很少的具數 或者是一個在旁邊的樣子的角色 但這次是真的有一個character 有一個要study的聲調 要跟配音令班去夾,去溝通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而我自己突然之間發現,原來自己也有這方面的興趣 很想繼續去多些配音工作 我自己也有想過,如果有機會可以接多些這類型的配音 或者一些聲音上的角色演繹的工作 我自己也很有興趣,因為很好玩 整件事是好像比起我除了在台上或者在電視營我之前演戲 以外一個再不同的媒體的一個戲劇演出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還有其實,話就說很有興趣 但自己的能力真的沒有其他人那麼快 要一些時間去warm up 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因為鴨仔在移民中的媽媽叫彭美 她是一個很有勇氣 還有很大膽的一個媽媽 其實只是媽媽這個字 我都已經想要怎樣演一個媽媽呢 然後領班就給了很多想像我 給了很多方向我 其實第一天還是差一點 但一到第二天 已經很快就得到上手 而且越賠越快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都挺開心 挺有成功感 而且我一直都看到 最愛拍到脫的衣服 接下來的新劇 就是飾演《水魔女》 因為她有一個靈異題材 亦是有很多魔法元素的電視劇 其實我自己看劇本我很喜歡這部電視劇 因為我覺得它說話不只是靈異 也說很多人、情感 說很多我們在生活上面對困難的事情 所以它雖然是一個虛幻的故事 但我覺得裡面的東西也很扣到我們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很喜歡這部電視劇 因為都很開心可以參與 當中我自己都算比較少涉獵一些靈異的題材 因為我是魔女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沒有CG看 不知道會是怎樣 很多時候都是靠我們的腦 我們的身體 我們所有東西的幻想去做 總之我現在施一個法 你就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我們就覺得原來都頗考我們的想像力 我們的身體 所以是一個頗有趣的經歷 我想跟強尼認識了很多年 但我想我們真的是第一次做對手戲 因為我是一個她的前妻 我覺得原來大家都平常會喜歡研究演戲的人 真的落場做是一件很興奮的事 大家原來我們試試這樣配合 我們平常聊電視劇都覺得是這樣 我們試試這樣玩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難忘的 我自己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的造型 我自己覺得造型是很特別 我們幾個魔女的造型都有 因為我們有水魔女 有風的魔女 有火的魔女 我們各個的造型都很突顯到我們的角色 所以這件事真的覺得我挺喜歡這個戲 我也很期待這個劇可以快點出 我自己會繼續創作一些像上年一樣的一人劇場 可能有音樂也好沒有音樂也好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演員很多人都會覺得很被動 好像要等別人找我們去演戲 或者等別人找我去邀請我演出 但有時我覺得有一個空檔的空間 我自己都會很想繼續去創作寫自己的作品 所以接下來我新嘗試就是繼續嘗試我去年開始的一個項目 另外就是拍多了YouTube 不論是Vlog是一向都會有的 但可能我現在就會做多一些訪談 坐著跟朋友聊天 說說一些我們生活或人生中面對的問題 或者最近也跟另一個在外國說一個吸引力法則 都出名的老師 跟他合作了一個廣東話的頻道 所以其實我發現這些新嘗試都挺有趣的 就是自己有做主持 但是你說真的去做一個訪談式 或者可能是一起聊天 未必是我訪問他 可能是大家一起去討論一個話題 然後坐著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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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很久 然後就變成一個節目 我覺得都是一個我最近接觸的一個挺新的工作 我想我令我生活更方便的一定是一些AI 出GPD的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我做藝術是不需要用到的 大家會覺得為何你會用到這些東西 因為有時候譬如我自己排一些行程 譬如說我是self-management 我有同事幫我 但我自己都要自己 譬如每一天起床 我大概要做 譬如要寫一些東西 或者可能要創作 或者可能我幾時幾時就要做一些post image 然後我發現 因為最近有一個notion 它有一個叫做幫你排行自力的 或者工作很方便的一個 應該是叫app 類似一個版面 它裡面有很多AI功能 是很快就可以幫你想要的東西出現了 你想問的問題它又立刻可以回答你 你想搜尋的東西它又很快可以幫你整理到 我覺得越來越方便 但當然我也會有一點點 其實AI會不會取代我們演員的呢 我也有害怕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在我生活裡面都快了很多 譬如我撿張照片 那裡有一個人走過 我可能用AI Photoshop已經很快可以清走 以前就覺得搞了很久 但現在我覺得這些東西都令我方便了很多 很難選 可否兩個都選擇了 因為Rosa認識了很久 但我想是從來都沒有試過真正合作的一個演員 我覺得我會很期待跟她一起玩 如果可以是跟她一起做喜劇 我就會超開心 陳淑儀就真的是老師級 即是大師級 在我心目中 因為我跟很多老師本身的老師都是跟陳淑儀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選擇 所以我想兩個都選擇 不過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讓我選擇一個 可能我也是會選陳淑儀的 我覺得要吸收一些最終極的人的經驗 B 輕小說 因為都是我喜歡用故事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多過將自己的經歷變成一本書 因為我喜歡分享一些我心中的小故事 所以如果讓我選擇就會選輕小說 我會選A 是不是很驚訝呢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試過做跳唱的歌 我一直這麼多年做單曲 自己的單曲都是一些慢的 但我真的心揚揚有一點想做一些 未必是跳得很厲害 但我想做一些輕快 或者可能有一點點upbeat的歌 所以 而且我最近又回到自己的舞校 Polydance 跳舞 突然間有一個沒有引起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出一首跳唱的歌 最新一期PCM已經推出了 Coverface有我Crystal 張文嘉 大家記得支持啦